蘇州中南項目的建構設計的挑戰 非常榮幸能借此機會 介紹蘇州中南項目的建構設計的挑戰 將由我和我們的副同事 一起來介紹 借此機會呢 我們非常感謝蘇州中南項目 包括我們的設計合作夥伴Gensen 以及上來華東設計總院 我們也非常感謝CTVUH的擔任 各位先生們 這是一個榮幸的榮幸 和我的同學 Paul Woodky 在這個表演講 關於綠州中南項目的建構設計 感謝蘇州中南項目的建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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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主要介紹一下這方面的內容 第一個是項目的描述 結構體系的選擇 另外一個是換身臂的 各一個設計的優化 同時我們也會介紹整個設計過程當中 對塔樓自重的減輕 以及樓面震動的控制 基礎設計 同時還包括性能化的設計 這就是我的表演 首先我會介紹一下 項目的建構設計 和整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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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州中南項目的項目是 坐於蘇州近濟湖西邊 共有137層 總高有729里 包括五層的地下室 其中包括的功能 功能包括圍籍的寫字樓 高端的住宅 十七一級的酒店 商業群廓 以及地下車庫 它的佔地面積 是非常小 只有16543平方米 與上海中心相比的話 它已經不只有一半的面積 總建築面積 差不多有 接近五十萬平方米 和整體系統 和整體系統 which is only 16,000 sqm. The total ground area is about 500,000 sqm. 接下來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下它的樹向功能的分布 一個區域是會以及商業 第二區到第三區是辦公 四到七是高端的住宅 八到九是七星級的酒店 頂部是塔館及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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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結構體系 如何選擇一個有效的結構側向力體系來承受巨大的側向力 彎距及重力是超高層設計的一個重大的挑戰 它是一個大挑戰的設計的大小的建築 要選擇正確的和效果的軌道系統 我們通過分析比較 然後與建築師和計劃師共同協作 然後我們選擇了 盡性的核心筒加外生壁加巨型框架的結構體系 在環代行架及外生壁的共同協作下 讓核心筒和十二個周邊佈置的柱子 形成一個側向力的整體 能夠有效地承擔巨大的側向力 有效地提高了側向鋼度 以確定以滿足中國規範對超高層的鋼度 極過意義的要求 紐約的壓力和操縱系統 和12超級階層 和共同協會 他們都非常好 用來盡力的盡力 能夠增加建築性的建築性 尤其操縱的操縱 能夠有效地提高了柱子的強度和剛度 有效地提高了防火性 同時也增加了整個項目的結構的經濟性 然後我們會說 超級階層的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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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整個設置過程當中 你們對外生地的優化設計 我們會再次提到 提到的目標 外生地是佈置在每個機械設備層 及避難層的區域 有兩層樓高 差不多10年3年 整個外生地是有效地將居住和核心圖 相連 增加它的整體的高度 然後同時也讓 那個承受彎居的利弊 有效地增大 And the R-Rigger Trusses has connected the core with the engaging supercolumns to utilize the moment arm strength and increase the stiffness of the building 同時呢 它也能夠有效地 控制層間位 and als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storage 那麼整個設置過程當中 我們專門做了 進行了外生地的敏感性分析 And during the process we have dedicated our efforts to analyze the sensitivity of R-Rigger Trusses 整個外生地的布置 並不是說 沿著所有的機械設備層 設置久道 設置越多越好 And the principle is not like the more R-Rigger system the better 因為外生地的造價 是非常昂貴 同時呢 施工周期呢 也非常長 Because the cost for R-Rigger is very high and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for R-Rigger is also very long 所以這樣呢 就是能夠選擇 合理的外生地的倒數 及位置 也是對我們結構工程師來說 是一個專門的重要的科技 and find the optimal location and the numbers of R-Rigger is another challenge for us as well 就是通過我們敏感性的分析 就是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外生地呢 在底部的區域呢 能夠有效的 那個 對控制那個 塔羅的執政周期 取到很大的作用 然後另外呢 就是在上部呢 能夠控制 成間位移 And through our analysis we study that the out-rigges at the low zon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beauty fundamental period and in the high zones can control the storage drifts 最終呢 我們通過分析 最後選擇了 我們現在的方案 就是 在二、四、六、七、八 區域呢 設施壞徵 然後是 沿著上面 基本上是均勻布置 這樣呢 就 布置呢 能夠使得 讓它能夠滿足 所有的規範要求 同時呢 經濟性 達到最好 And so at the end we decide to have out-rigges system at zone 2 4 6 7 8 which is the most economical choice and also at the same time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des 接下來由我們的副先生 來跟你們介紹 向各位介紹 就是 下一部會的內容 Now let's welcome Paul Fu to continue the presentation Thank you Dragon for the introduction 下面我們來介紹一下 就是塔樓的這個設定 因為所有的超高層 尤其是這種樓 它建好以後 將是中國最高的樓 所以它的自重 是非常巨大的 是一個 對於這種 而且很遺憾呢 它的地基狀況 也不是很好 是坐在一個 相對比較柔軟的床上 所以呢 對於這個項目來說 最大的一個挑戰 首先面臨的就是 要把那個塔樓的重量 減到最低 使這個 還能把這個地基 這個基準的方案 實斷得行 There are two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in terms of the foundation of this building since this building will be the tallest once completed so the self weight of the tower is very high and then another situation is that unfortunately the soil situation of the foundation is not very well it's very soft so these are the two challenges that we need to deal with 塔樓減重呢 除了 但還有其他的好處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它能夠有效的 減小這個地震力 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個減小自重呢 有幾個 有幾個大的概念 講到幾個方面 第一呢 就是我們要減小 這個側向力體系的重量 第二呢 我們可以減一些 就是我們所謂的 純重力的體系 還有第三呢 我們看一下 就是非結構構件的 如何來減重 and also by reducing the tower weight we can also reduce the seismic shear demand as well and there are normally three different ways to reduce the weight of the tower we can reduce the weight of the ladder system the flock system and the non-structural elements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減這個 減小力體系 減小力體系呢 從結構的角度上 減小力體系的同時呢 因為質量減小 它的斷面 也就是相應的 斷面減小 它實際上會影響到這個 它塔羅自身的 抗測力的高度 所以在這種條件下 經常你會發現 我們試過減巨柱 減核心桶 減這個 減寒行價 生命行價 我們發現 減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就會 無法滿足規範 對這個曾經會講的要求 所以呢 減這個 抗測力體系呢 是有一定的 有利有弊 第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減小力體系 因為它是純中力體系 它是不參與結構的 抗測力的高度的 所以它 如果能夠有效的 減小這個 重力體系呢 它所有的 質量的減小 不會帶來 它抗測高度的下降 所以呢 它是對於減輕這個 塔羅的重量 是非常有效的 anat kicks 現在我們作用住 非常厲害的 和舒服化的 卵小性 這樣 會影響 比較薄的 history 的 逐 比 罐 比 更加那個 將 Stellar 的质量接下来。 所以,我们选择软件的材料,在同时,去减少设计的质量, 在同时,去遇到热火的额量。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方向,来如何减轻塔肉的重量, 看一些非结构的构件,包括楼面的做法。 当初,业主希望采用一些湿式地暖的做法。 根据基电工程师的估算,我们得到两种方案, 一种是单式的做法。 可以看到,湿式的做法只有... 可以看到,这种做法有相当大的差距, 一种做法只有3kg, 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单式的做法。 这是单式的做法, 一个湿式做法也94kg, 所以我们用汤式做法只有3kg, 所以它的相差很大, 就是通过这一项我们就能够接生这个质量上半斤。 然后我们也同时把雾光投向了这个... 就是我们的河墙, 我们采用了这个非常新的金色波的质的底气, 也就是说这些... 或者那种持高板的底气, 通过多层的设置多层, 达到它隔音的效果。 然后呢,也... 通过这一项也能够节省很多的他们的指数。 还要您按照过来及, 然后我们也有 Betsy Vox, 让它更轻较为图形式的代表。 咋们也有一种多辉重性用适量, 您就会看到当年测试的是一个我如何减重的过程。 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结构有个比较大的场上, 因为结构的平面的布置, 你会看到在很多楼层呢, 它会出现很多悬崖的, 所以我们对... 所以控制樓板的震動是一個我們比較關注的問題 另一個地方我們要看的是樓的溝通控制 因為在很多層樓板上有樓板的位置 所以樓的溝通控制是另一個項目我們要考慮 從規範角的講,我們一般可以接受的選擇 一個是從樓板的磁鎮的頻率出發 第二是從人行走的狀況下樓板產生激勵以後產生的加速度 這是我們做的一些有些人的分析 這也顯示了我們做了第一個 我們來檢查一下樓板的磁鎮的頻率 所以現在根據我們的計算,我們調了這些結構構建的尺寸 我們最終能夠達到樓板的低磁鎮 數向的磁鎮頻率是7.3核子大於規範的3核子的要求 我們有兩種項目的 所以我們看過第一種是 第一種是低磁鎮的低磁鎮 低磁鎮的低磁鎮 以及低磁鎮鎮的速度 一種是低磁鎮的低磁鎮 這是低磁鎮的低磁鎮的低磁鎮 我們再去驗證 再去檢查在這些 比較大的旋鎮鎮的一個樓板的數向震動 數向震動的加速度 我們得到的結果呢 就是在這個中跨的時候 我們能達中跨的自鎮這個數向的 加速度呢 我們達到3.5核子 然後在這個角度 在這個角度 我們能達到4.8的4核子 所以洞磁鎮 是滿足一個美國 中跨國協會的 它規見的5核子的要求 然後在另外一個角度 我們有些軟體系統 去測試劇研究 去找到最低磁鎮 在這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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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間的長範圍 它是3.5核子 在這個角度 在4.8核子 所以它是5核子 下面我們再講一下 這個項目有一個 因為它是很細長的結構 所以在方舟宅下 它的整個塔樓的舒適度 是我們關注的一個 非常重要關注的一個方面 我們根據這個 這個工作實驗 做出來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 在最高的598米 這是這個旅館層 然後在這個 462.6米 這是這個住宅的最高的樓層 我們得到的這個 加速度 分別是0.274和0.18 規範的限制 除了在這個 旅館的樓層 還是在這個 住宅公寓的樓層 都不滿足 規範的要求 因為這是一個很高的 建築 建築 所以 舒適和風力 是另一個挑戰 我們得到的 所以我們得到 看看 移動的樓層 和宅公寓的樓層 和宅公寓的樓層 我們可以看到 最高的速度 是超過 空間的樓層 所以對於這個項目 我們肯定是要加一些 附加的統計器 就是英文解鎖前的 SDS Stateful SDS 需要的樓層 使用 我們看 我們是怎麼做 這個 我們這個業主請了 RWDI 和 洪基大學 分解做了兩個方案 其中第一個 在上面表示的 第一個方案 也就是設置 質量阻尼器的方式 然後還有 再加另外一個 利用這個 水箱 設置這個 TSD的體系 兩個 加起來大概是 1200分左右 第二個方案 洪基大學 提供他們是 在這個 外生地 樓層 在外生地 和居住 連接的位置 設置一些 黏制的統計器 所以有兩個方案 我們可以看 第一方案 是 TMD 和 TSD 和 差不多 1200 T 選擇 第二方案 是 一個 組織 組織 SRC 和 Uberga 圓 圓 最終我們選擇的是這個方案 因為第二個方案呢 它是會影響到這個 外生地的 剛度 而且它會佔用這個 下部的建築的使用空間 所以 最後 我們選擇 選擇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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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不身有這些的質量,而且還有我們滿足觀光的料理。 還有一個選項的選項,TMD在世界上已經很容易適用了。 一般的例子是Taipei 101 Tower, 而TSD是一個水艦, 所以它可以減少TMD的重量, 而且TMD可以供應為移民的目標。 下一個我們剛才講到了減重,其中講到的是一個非常軟土的地基, 現在我們來講一下它如何來支撐這麼大的一個塔樓的基礎的地基, 這是一張表上列出了各個屠層的信息, 你可以看到它直到120米, 到從地面起120米下都是一些粘土, 就是軟土的黏土和一些沙層的一個交替的一種形式。 像我剛才提到的, 這個石頭的狀況並不是很適合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圖片上列出了所有的石頭的類型, 到達120米,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石頭和沙層。 而且這個項目不僅是有700多米的塔樓, 也有幾十米的群房, 也有一些地區只有純地下室, 所以它這些地下水的標高只是在地面的0.5米, 所以我們除了解決這個坦樓的抗壓問題, 也要解決這個群房區域和這個1小時區域的抗路問題。 對於這個塔樓的體系, 我們採用了一些比較可靠的施工工藝, 然後也採用了傳統的非常經典的這種 鑽口罐中裝的體系, 然後也通過了一些鑽漿的方式來提高它的存在力和這個, 它的,就加強它的, 減少它的沉降。 我們也做了一些律師章的工作來, 來驗證這個結合它施工的工藝, 也同時來檢測它, 提供一個比較相對可靠的, 裝置的沉降力和它的沉降的部分。 我們也做了我們的鑽口測試鑽工程, 來測試鑽工程, 來測試鑽工程, 以及鑽口測試鑽工程。 因為這個, 關於這項工作呢, 華東院, 他們也有參加今天的會議, 所以我這細節, 我就留給他們。 我們會有我們的同學, 去解釋更細節, 所以我會 skip這部分。 這是我們最終的一個, 這個裝機的體系, 在這個坦樓區域呢, 我們採用1.1米直徑的, 重混沌裝。 在這個群房區域呢, 我們採用1.1米的抗壓裝, 主要是在這個坦樓, 這個群房, 所以如果你聽了我們昨天的演講, 就知道, 就是整個的群房區域, 只有三個混音組在支撐, 所以它在混音組下, 還是不開始以抗壓為主。 然後再看一下, 我們因為有普通的地下室, 所以呢,地下水位有裝, 所以大部分的裝都在抗扶的狀態, 所以我們也採用了一些, 0.8米直徑的抗壓裝。 這個就是, 在這個坦樓區域, 我們用了1.1米的抗壓裝。 在這個坦樓區域, 我們用了1.1米的抗壓裝。 在這個坦樓區域, 我們用了80米的抗壓裝。 在這個坦樓區域。 最後一點, 我要講一下, 我們這個項目采用了一些比較先進的分析方法, 其中就是基於性能的設計方法, 主要是為了驗證這個結構, 在這個2475年的大部分下的結構的一些性能的標準。 然後, 我現在想進入表現的設計方法, 我們所用的設計方法, 去測試地坦樓區域和地坦樓區域, 在2475年後的回復期間。 首先, 我們採用了一些避震波。 我們通過一些避震專家給我們這個項目提供了7組, 能夠反映這個場地特性的避震波。 這是一些, 我們根據這些波以後, 我們進行了彈簾鏡的分析, 搭建了彈簾鏡的模型, 得到了一些彈簾鏡的分析結果。 這是一個, 一些基本的結果, 這是我們的解肥和關懼的技術。 我們有, 我們有, 很快的, Sesame curves 從, Professional Institutes, 和這次的結果, 我們有的解決結果。 這是我們的, 在彈簾鏡分析得到的, 層間位一角的復行。 你會看到中國的規範要求, 是在這種大陣下呢, 它要達到1.1%的要求。 所以我們覺得,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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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規範的限制, 我們現在得到了, 西組, 看, 西組波下的, 一些彈簾鏡的, 晶電力的, 這些。 And these are the, Story drift results, the seven results, we have achieved. As you can see, the right line, on the right hand side, is the requirements by the code, so we are within, and the requirements. 同時我們也看一下, 就是說在這些, 這個, 這些主要的結構構建下, 在彈簾鏡的, 一些硬力和硬電的情況, 這是, 這是, 核心筒的, 抗壓的, 抗壓的, 壓硬力的破壞情況。 And this is the result, of the concrete compression damage, of the corporal. 可以看到, 我們的結論呢, 就是大部分的, 核心筒呢, 強體呢, 都沒有發生, 抗壓的破壞, 但是那些, 呃, 表示紅色呢, 就代表一些, 我們的, 就是綿糧, 綿糧呢, 都基本上, 會進入了區域, 發生了相對比較大的破壞。 And as we can see from the results, most of the core walls, have no compression damages, but the red area, the red area, the red area highlighted with red, is the, most of the link beams, experience compression damages. and for the outriggers,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core walls, the compressor damage is also, and for the outriggers,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core walls, un pulpit. 的情況, 可以看到, 我們得到的, 就是,呃, 這種, 鋼的硬力, 它是297兆, 小於這個, 還是沒有拿到區域。 這是,呃, stress that's applied on the embedded steel, in the supercolors, which is 290.7 m, is smaller than the steel yield strength. 我們也看一下, 這是外生臂的硬力的狀況, 也是,在外生臂呢, 我們也是, 只有很小部分進入的塑形。 and this is for the outriggers, only a small part of it, is maybe a minor plus behavior. 就是, 環代行架的情況, 基本上是維持在彈性。 and this is for the justice. 因為這個環代行架, 也是我們的轉換行架, 它支撐了一些,呃, 在每個區間呢, 有一些綜藝柱, 這些綜藝柱要通過這些環代行架 傳到巨柱裡, 所以我們是期望, 這個環代行架的, 它的設計水準, 它的想達到的性能的水平呢, 我們是希望它能夠維持彈性。 所以現在這個, 通過彈塑性的分析的方法, 我們也驗證, 我們這個目標是達到的。 And since the belt trust system connects the columns, and transfer the weight on the columns to the supercolumn, so we hope that the belt trustes can maintain plastic. 最終的結論呢, 我們是能夠達到 生命安全的這個設計的水準, 而且最大的層間微角呢, 也能夠維持達到規範要求的 121以內。 而且我們的主要的耗能構建, 就是我們的連兩, 也能夠表現出很好的一些 對抗素器的性能。 And these are the results that we have achieved Life Safety Performance Level and most of the storage ie maximum from seven curves is withi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ld and most of the links being s�bets, plastic behavior, 所以可以看到除了验证我们这个结构的在大致下的性能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弹速性的分析 看到它相对薄弱的结构的部位 通过后面的施工组的设计 它的加强这个结构的设计 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而且可以指定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结论 对于这个项目呢我们遇到了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的解决方案呢 就看就最后一定要做一个讲解 首先呢我们是采用一些传统的非常经典的 这个采用这个钻红罐装的形式来解决 这些支撑这么一个体量非常大的汤楼 对于这个对于这样一个超高层呢 它的抗色力的体系呢一定是必须是高效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像外申臂的敏感性的分析 找到一种相对近满足规范要求 又同时也能够是高效的一种体系 对于这个质量呢我们要减重这方面 我们采用了一些做了从三个方面 我们所有可能减重的部分 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 通过这些分析呢能够减小这个塔楼的重量 对于这个塔楼因为是一个非常细长的结构 所以它有一些在风扩载作用下 还有一些震动的问题 所以我们通过设置这个质量阻力器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克服这个困难 最终呢还能通过这个TPD基于性能的分析呢 才能够验证这个塔楼在大阵下的结构的情况 我就快 fewJack和 his头 抓了出来的 我们从减少的視 nada 能够用建築类预自的建设 地图有些我们目前文靠等 用上律这样的缺乏 我们用了一个很古致的 非常法 national的基础 基确 好的 to support this tall building in the very soft solar foundation and we have to find a very efficient lighting system to satisfy the very strict storage rate ratio and because of the we have to achieve the reduction of the weight of the whole tower so we have looked at all three aspects that we can reduce the whole tower weight and to achieve the optimal light weight results and also because of the buildings very tall and very thin so we have to deal with the vibration control so we chose the supplemental typing system to enhance the building comfort level and at the end we use performance based design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severe earthquakes thank you